在美国有一个黑人 父亲是一个基督教堂的牧师 母亲是一个音乐教师 父亲常常带他去听教会里的各种音乐和诗歌 而如木兰加上他天资聪明 他从小就显示出超强的音乐天赋 他两岁起母亲就教他弹琴 四岁时他已经举办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独奏音乐会 当时他家所在的阿拉巴马州 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 黑人被公认为列等民族 公共汽车黑人只能坐在后排 黑人和白人不得在一个学校学习 不得在同一个游泳池里游泳 甚至不等共同使用一个厕所 他发誓 我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成为世界一流的钢琴演奏家 他到过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开音乐会 他用成绩告诉了全世界 黑人也是有智慧 并不是列等民族 但是母亲告诉他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则 孩子只有我们黑人做得比白人的孩子要高出两倍 你才能跟他们平等 高出三倍 你才能超过对方 他谨记母亲的教诲 发奋学习 连跳两级 二十六岁 他卢院进入了著名的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学钢琴 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行向 在大二那年暑假 他有幸参加了著名的阿斯本音乐节 在那里 他见到了好几个音乐天才 他非常的震惊 因为在他眼里非常高难度的几个钢琴曲子 几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弹奏自如 而他勤学苦练了这么多年 也无法达到他们的标准 他突然意识到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自己的音乐天赋 还不及孩子 他想到既然音乐不适合我 还不如趁早就放弃 征求父母亲的意见 父母亲都以为他头脑发热 坚决反对 但他义无反顾 放弃了 他为之奋斗的二十年的音乐梦想 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 他改学了政治 转入了丹普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随后为人生揭开了新的一夜 就在二十六岁那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政治学博士 并破格成为斯坦布大学 唯一的黑人助理教授 因为读到的出色的政治见解 他渐渐的在美国政界声名鹤起 后来又被邀路白宫 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政治生涯 在两千年年底 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国务卿 被称为华盛顿最有权力的女人 她的名字就叫康多利杂赖斯 我们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生有时候执着的 为了自己得到的一点不肯放弃 实际上随时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向 我们有时候信佛磕头一辈子 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佛法 很多人善良慈悲一辈子 都没有超脱六道 克服自身的不是 要调整修心的方向 紧紧跟着观世音菩萨 离苦得乐 听佛音啊 我来说